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喜欢一个人 所以你把它剪短了或是烫卷了 我感觉如果你开始在意一个人的时候 常常会有这种状况 就是因为想要在对方眼里面很完美 可是又因为太在意所以就怕搞砸 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都值得爱与备爱 如果夜晚这样临时 你想到一个人 你想要跟他度过这个晚上 那么恭喜你 你的心还活着 两个人坐在一起 看夕阳的画面 然后耳机各带一遍 享受那个当下 享受你跟这个人坐在一起的感觉 我反复地练习怎么对你说 下次见了